獨家報導要帶你來看到驚險畫面 台中有民眾開車停等紅燈的時候發現 工人正在架設廣告布幕 但工人沒有任何的安全防護 就這樣子站在約三四層樓高的鷹架上 甚至還在上面行走 讓目擊民眾嚇壞了 市府老檢處已經派人前往稽查 如果查證屬實 業者最高可能要面臨30萬罰還 民眾停等紅燈時 抬頭一看一名男子就坐在約三四層樓高的廣告鷹架上 身上完全沒有任何防護 他不怕摔下來嗎 接下來更可怕 他站了起來 一手扶著照明燈桿 一手扶著鐵條 慢慢往前走 一旁停等紅燈的民眾紛紛抬頭 全都看傻了眼 但他還在上面走動 嚇死我了 這如果摔下來肯定出事 猶如走鋼絲斑 讓目擊民眾嚇出了一身冷汗 萬一掉下來後果不堪設想 男子就定位後 下方約兩層樓高的地方 還有另一名男子 兩人一上一下 疑似就是駕駛廣告部幕的工作人員 日前民眾開車 行進台中市南區中明南路復興路口 看到這一幕拍下著驚險畫面 在高處兩公尺以上作業 必須要搭設施工架或工作平台 給勞工使用 如果有搭設困難的時候 必須要佩戴安全帶 勞動檢查處派人前往稽查 廣告帆布已經架設完成 將會發文要求業者說明 落屬時將會依規定開罰 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還 記者 李宏監明 林嘉明 台中報導 得到 谢谢大家